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历经30年持续扩张后 中国制商品的版图在欧洲美国两大市场的占有率 已经开始原地踏破甚至走下坡 去年前11个月 中国商品在欧盟进口市场的占有率 已经从2010年的18.5%尖锋 降到了16.5% 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 近5年都彷徨在19%上下 铁矿石价格本周一出现4年多来最大跌幅 全球最大铁矿石开采商 必合必惑业务总裁警告 指中国信贷吃井跟大量库存 正在拖低铁矿石价格 中国金融系统的问题 正扩散到房地产跟银行业以外的领域 而且正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 四驱市场竞争激烈 鸿海集团挖角前中华电信董事长 吕学景还要大举真材 不过中华电信董事长蔡立行12号说 与对手鸿海不只有竞争 还会有合作关系 可能是硬体设备方面的 全球网络巨破 Google台湾董事总经理 简历峰11号宣布 Google今年在台湾将真材三位数 至少上百位 这是Google在台湾历来最大的真人手柄 也是今年除了美国总部之外 最大规模的真材 新唐人烈烈电视这里报导 总部长